中央军委批准 一准,今年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文职人员统一配发制式服装,8月1日起启用穿着,在去年底重新修订并颁布实施的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》中,第42条就明确规定,文职人员应当依照军队有关规定,穿着文职人员服装。 而在2005年版本的条例中,这一条的表述为,文职人员参加作战、军事演习、军事训练和处置突发事件时,应当着制式服装,佩戴符号标志,首次统一服装。 这是首次给军队的文职人员,统一配发制式服装,往前追溯一下,早在1980年,邓小平就说过,军队有些人员可以不穿军服,并首次正式提出军队使用文职人员,而解放军文职人员制度正式建立。 也正是在2005年,就是旧版条例颁布时,2006年,解放军开始招聘文职人员,先后有两万余名社会优秀人才加入其中,这里要先需分一个概念,文职人员与文职军官不同,文职军官是出版界、技术领域等军队干部,他们属于现役但不受于军衔,文职人员并非现役人员,按照新版条例中的定义, 文职人员是指从事管理工作和专业技术工作,不直接参与作战人员,是军队人员的组成部分,但无论是1980年,还是2005年,文职人员着装,始终都没有进行统一,各单位,各军种及各个岗位的文职人员着装,大都有所在部门自行制定。 服饰五花八门,2010年发布在现代交际杂志上的军队文职人员统一着装浅探,义文曾对当时文职人员的着装留过四种归类,第一种是以87式军装为基础的服装,但图号标志的佩戴则不尽相同, 有的是预备艺奸章,有的是学员奸章,有的是人民武装部奸章,有的不佩戴任何标志,第二种是以07式军装为基础的服装,有佩戴符号标志的,也有不佩戴的,第三种是特殊设计的服装,有所在单位定做,符号标志,也自行设计。 第四种就是吴统一着装,文职人员工作和生活着便装,来看几个实例,这是三张是解放军报刊发过的照片,三位都是文职人员,但着装均不相同,第一张拍摄于2012年,照片中的左一名叫许秀娟,是远南京军区杭州疗养院全军高级干部健康体检管理中心护士,荣立过一次三等功, 由西子湖畔最美文职人员之称,第二张拍摄于2017年,照片中的右一名叫张汉文,他是一名军人的遗述,在2015年底考取军队文职人员岗位,成为东部战区陆军档案馆若立馆员,第三张照片则是解放军报在2017年刊发的资料片,图片简介是空军文职人员,新服装,什么样? 这次配发的文职人员服装包括礼服、长服、做训服、标志服饰等共四个系列,将根据新的文职人员编制岗位补充配备工作进程陆续配发,军委政治工作部、后勤保障部、训练管理部还引发了, 关于配发文职人员服装的通知,就配发品种、配发范围、供应标准、保障办法、配发及启用时间等,做出明确要求,在此之前,按照旧版条例,文职人员只有做训服 正知道微信ID,Apolitics注意到,已经有小伙伴收到了新发的制式服装,没收到的也不要着急,如果你留意一下,前几天文职人员招考的宣传话和宣传片,这个问题早有答案, 左边三位身着的都是下长服,分为短袖和长袖两个版本,中间四位的衣服颜色较深,都是长服,其中两位身着长服大衣,最右边这位穿的就是做训服,还有一部宣传片,可以看到更多细节,这是长服,冒灰是形状像五角星的文字,左右胸的位置都是标志服饰,右胸是胸标和姓名牌, 胸标显示了不同的军种和工作单位,在刚才宣传话的左下角也有印制,左胸则是岗位类别和级别标志,来看看进景,根据最新条例,文职人员岗位分为管理和专业技术两类,管理岗位是指担负领导职责或者管理任务的工作岗位,岗位等级由高到低设置9个等级,级不级负职,局级正值,局级负职,处级正值, 处级负职,科级负职,科级负职,科员,办事员,专业技术岗位,是指从事专业技术和专业技能工作,具有相应专业技术,专业技能水平和能力要求的工作岗位,分为高级,中级,初级岗位,由高到低设一级至十三级,为何要统一服装? 新闻通稿是这样说的,为文职人员配法制式服装,是习主席和中央军委做出的重要决策,是增强部队凝聚力,战斗力,展现军队改革新面貌的实际举措,是关系文职人员切身立意的大事,正值到微信ID,Apolitics来进一步解释一下,首先是文职人员的身份, 根据条例,文职人员是在军队编制岗位,从事管理工作,和专业技术工作的非现役人员,也是军队人员的组成部分,他们平时要履行相应岗位职责,还根据需要参加军事训练和非战争军事行动,承担相应的作战支援保障任务。 而且,在思想政治教育,党团组织管理,安全保密,应公出境,档案管理等方面,文职人员也有着与现役军人一样的要求,所以,他们虽然不是现役军人,但要求依然严格,言行举止不可随意,如果还是军人的内涵,老百姓的着装,难免形式和内容脱节,其次是与条例新增内容有关,新版条例在人员补充渠道中, 新增了一条,现役军人转改,按照解放军报的评价,2018年,是全军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的开局之年,国防部新闻局局长,发言人吴谦叶表示,现役军人转改文职人员,主要是用从符合退役条件,且你做退役安置的现役军人选拔文职人员。 有位已经转业的老兵告诉郑知道,微信ID,Apolitics以往谈到转为文职人员,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脱军装,跟去地方转业的感受没什么不同,多少会有些失落感,现在则是脱了旧衣穿上新衣,就像军旅生涯重新开始,还能跟熟悉的战友并肩战斗,能让老兵感觉,身份和责任一直都在。 新加入的武警部队今年,统一配发制式服装的范围除了解放军,还有武警部队的文职人员,这也是第一次由中央军委对武警部队的文职人员工作进行部署,交代一下背景。 早在2016年初,军改意见中便明确指出,武警部队指挥管理体制和力量结构层面将进行改革,加强中央军委对武装力量的集中统一领导,调整武警部队指挥管理体制,优化力量结构和部队编程。 今年1月1日零时期,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,由党中央,中央军委集中领导,实行中央军委武警部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,这意味着,武警部队不再受国务院领导,此前的双重领导制成为历史。 1月10日,中央军委向武警部队授其仪式,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,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,向武警部队授其并置训辞,不过,武警部队是中央军委建制,但并不列入解放军序列。 一位武警系统内的工作人员向政之道解释过,这意味着武警部队归中央军委领导,但人员编制上不占用军队的名额,改革之后,武警部队的主要组成部分,包括内卫总队、机动总队、海警总队和院校和科研机构等,担负执勤、处突、反恐部、海上围圈执法、强陷救援以及防卫作战等任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